男人一把撕开妹子外套 妹子的男友却一旁不敢出声 任由男人欺负妹子 妹子投来求助的目光 只看见男友眼睛瞪得很大 却没有丝毫帮助他的样子 因为欺负妹子的男人 就是妹子男友的老板 妹子被老板欺负后 半夜他找到男友 男友没有说什么 看了女孩许久之后 终于鼓起勇气靠近了女友 只见他从怀里拿出一枚发簪 直接递给女孩 女孩看着男友交还他们的定情信物 女孩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说了几句薄情的话后 男友默默离开了他 可是男友没走几步 女孩突然大叫起来 原来他舍不得男友离开 哭泣着请求男友回来 而男友同时也还爱着他 女孩挽留的话 瞬间让他们抱在了一起 这天晚上还度过了美好的一晚 女孩叫小英 从小就命苦 被山田屋花魁捡到后 就一直生活在山田屋 成年里那天 他献出了第一次 也因此名气大涨 因为他有一项绝活 只要身体发热 身体各部分就会开满樱花 牧民而来的游客们 也是对他充满了好奇 纷纷移至千金只为看开花 越南无数的小英 加上小时候的遭遇 让他对男人们充满了失望 认为男人们都是好色之徒 没有一个好东西 所以他根本不相信爱情 这天闺蜜邀请他街上游玩 小英走在大街上 突然冲过来一群王八蛋 不仅冲散了他和闺蜜 还将小英撞倒在地 小英感叹事态严粮食 突然一个男人抱起了他 没一会就将他抱到了木屋旁 男人不仅给他找回鞋子 还给他清理伤口 看见男人笑貌后 这一刻他相信了爱情 小英回去后对着男人亲过的伤口 久久不能忘怀 隔天一大早 小英发现自己发散不见了 于是沿路寻找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 他再次遇见了男人 并得知了男人叫小帅 不久之后还成为了情侣 可是他是有女的事是瞒不住的 这天男友陪老板去吃饭 巧的是两人居然碰面了 这个男人居然在妓院碰见了女朋友 巧的是女友还被老板看上了 小帅有苦说不出 要是出手救下女友 不仅自己工作没了 还会害小英被罚 想忍着怒气后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被欺负 私下里他找到小英 交还定情信物后 想要离开时 却被小英喊住了 小英坦白身份后 小帅没有嫌弃他是有女 选择了继续与小英交往 可是他们的恋情 其实在酒会上就被老板知道了 几天后 老板找到小帅 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但是小帅感情专一 他委婉地拒绝了老板 老板很不甘心 私下里告知了小英 小帅要成为他妹夫的情况 很快老板去到山田屋 还花下重金给小英赎身 小英的闺蜜和老奴都替他高兴 但小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爱着小帅 夜晚的时候 小帅突然找到小英 得知小英被赎身后 他就迫不及待找小英与他私奔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但是小英却拒绝了 小帅为了让小英看清老板真面目 于是假意邀请老板喝酒 一起商讨丝绸的销路 聊天过程中 小帅有意地提起小英 老板在浓烈的酒意下 说出来买小英的实情 因为他买小英并不是娶他 而是让小英给他当工具 用来稳固家族的生意伙伴 而躲在木连背后的小英 听不下去了 直接跑出来指责老板 但他好像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还向老板索要卖身器 不料直接被老板一巴掌扇飞 老板还不过瘾 直接急在小英身上 一旁的小帅忍不下去了 跳上来就与老板撕打在一起 撕打过程中 不小心杀了老板 小英看见后慌了 连忙让小帅逃跑 很快小帅就被全程通缉了 这个妹子有点到二 男友叫他私奔 他却选择留在妓院 等到男友为他杀了人 他才后悔莫及 这天小英来到与小帅 初次见面的地方 他意外看见了男友身影 本想过去叫住男友 眨眼的一瞬间 小帅就消失了 这时走过来一小孩 小孩交给了他一封信件 原来是小帅约他半夜三更见面 夜晚的时候 小英偷偷溜出去 很快来到与小帅约定的地点 一见面 小英指责男友为什么不逃跑 小帅表示不放心小英 回来是为了完成小英的梦想 原来小英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他特别希望能走一次花魁道中 可是多年过去 他仍然达不到条件 木屋内小帅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装了一些衣服 并且亲自给小英穿上 末地就是为了让小英走一次花魁道中 小英穿上花魁衣服后 就开始了走秀 虽然只有一个观众 但那是他世界上唯一的爱人 小英一步步向小帅走来 一条星光大道 两人靠近的瞬间 你终有我我终有你 俘获相依生死相许 他们的命运在这一刻 永久地绑定在了一起 很快官兵就赶到了 他们现场被逮了个正着 小帅也被送进了监狱 小英则被关进了小黑屋 小帅被砍头后 小英才被放了出来 早上的时候 他摘了一朵牵牛花 感叹自己命运 就如同牵牛花一样 早上开花下午就枯萎 下午的时候小英就跳河了 永远地陪伴小帅而去 小英一生命途多喘 母亲是一名技师 那也男人抛弃后 经常拿小英出气 母亲离开后 又被调教成游女 她的一生是凄凉的 最终为了爱情 也离开了时间